Hello,大家好,今秋十月 在我的家乡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可能就是石闷的橘子 红了 今天我来到了我们县的株木岗园一场 这里的柑橘呢 都是别人都称之为特供橘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国家的那种大型的宴户呀 都是用到这里的橘子 也就是专供的 所以称之为特供橘 我们都知道这个橘子好不好吃 跟这个地理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像我们这个石门 基础北纬30度 然后呢 我们这边是北边 它是高山 南边的是那种平原 像那个北边的湖平山 海拔2000多米 然后南边呢 就是渡庭湖平原 海拔就是100米左右 这样就造成了北方的冷空气 南进一出 南方的这个暖气呢 一进来不容易跑出去 再加上我们这边是高山地区 就是中叶温差比较大 所以是你这个橘子 这个糖分就特别多 它就特别甜 出口到俄罗斯 东南亚 欧洲 很地方 就是说像我们石门是 收索密局最大的一个县 也称为中国早送 是一县 还有中华民国的那个 美育 让我们搞一个来尝一下 刚刚下完雨 现在这个糖现在基本是九分前度 一分三度 你又再来供下果 一颗一颗走 网上已经很多人开始卖我们的食物单机了 但是现在那个酸还是有一点点酸 手感非常好的时候发货 你又赔着我 梦中,夜的红三角ไป,快来吃鸡肉 嗯, FCC照片多